這盒伸得非常的長 比較長啦 注意所有的直畫不是你想像中的直線 你可以發現它根本不是直線 它是往內縮進來的 然後左邊會找一個筆畫伸長 沒有問題 加一點粗細 然後這裡比較短 這比較短 那粵在下面做支撐點的時候 習慣上這裡是手筆的 然後橫畫 因為它是顏真心體系 所以稍微有點拱出來一點點 但是沒有顏真心那麼嚴重 顏真心寫起來其實有時候感覺拱起來有點像駝背 但是它比較沒那麼嚴重 各有各的優點 然後旁邊這個筆畫比較少 所以它降低它的重心 上面空很大 降低它的重心 那為了維持柳弓拳的骨感 當它折進去以後 馬上就再折出來 然後這個折的角度非常大 這個夾角非常大 然後注意它的漆筆動作比較直 停到後面停住 然後這個通常都下筆不離點 稍微點一下的感覺 然後它的撇都異常的直 很多撇它直到有點偏直 其實有時候直會有弧度 它弧度上比較小 這它個人的偏直 但是也算是一種藝術上的特色 然後這個點通常很長 有點平衡作用 好 算 記 記的話在寫一開始就要注意 那一匹馬是偏左上的 左上的 好 手臂 偏左上 因為右下待會會有一個竖溝 那我們在寫的時候 通常會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字的外型 尤其在臨鐵更是要先事先算好 字運的時候 當然心中有敵 可是臨鐵的時候 更是要注意這個動作 就事先把字的位置安排好想好 這裡面我犯了一個錯誤 記住 它永遠比你想像中來得長 好長喔 一般人可能就會受不了 但是這是它的習慣 請你照著它的習慣寫 因為它叫柳公拳 不是別人 別人當然不會這麼寫 但你學柳公拳嘛 好 塞進來了 那這裡面的動作 馬比較高 其它重心偏低了一點 所以它開始往下降 感覺上它很多筆劃 都一直往下壓 但是中間 好 下筆劃一點 中間的凝結度要出來 拉長 這裡來個點一下 轉一下 它就會踩這個點 然後趕快拿起來 聽太久就暈開了喔 然後口又來一個非常斜的口 這個直劃都根本不是只是斜劃 然後這個也不是直劃 根本都是斜進去的 這就是柳公拳啊 緊湊的原因 然後這裡 真的好像嚴正清啊 而且又斜得異常的長啊 這是比較遠轉下來的筆劃 然後下來以後 這裡非常長喔 不要太早收喔 但是這一段又非常的長 這真的有點像嚴正清 長啊 下筆不離一點 先寫一個點 然後再折下來 上面才會有那一塊 這個有時候沒有辦法 就是它技術性就太多了 怪不得米符會不喜歡它 雖然米符技術也很多 在寫一些古典的書法的時候 那個粗細啊 跟結構啊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那個筆法有時候真的要花點時間練 好 又斜的很斜了 這種地方基本上你要適應 從按下去馬上就變細 這種要適應 然後寫下來 這種很緊湊的感覺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好像不太能呼吸 因為中間很緊 但它很巧妙的地方在於說 它有些地方接縫 就讓它留空 留一個可以呼吸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它明明就很緊 可是卻也沒有那麼難過 這也是它巧妙的地方 那我們看這裡 比如說這裡 我們下筆不留一點 點下來 所以這裡又留一點空 留這個空幹嘛呢 如果你把它接上去又覺得好緊 然後它留了這一點點空隙 就讓這裡產生一個通透呼吸的感覺 那我們再把這個書畫寫完 剛才我講那裡停太久了 好 所以有時候這種不黏的地方 會造成它一種通透感 透氣感 這個很重要 是 下筆不留一點 下筆不留一點 再扭過來 然後這個平一點 有點圓近 圓近之勢 然後這靠得很近 向中間擠壓 然後這個下筆不留一點 又拉得很長 所以這個下筆不留一點 這個點 有時候拉得很長 有時候拉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 過去 好 看到這裡 穿透過去 它這種筆畫 常常出來 不要以為它沒有 它有時候故意不黏 有時候故意穿透過去 不知道心裡想什麼 我們只能從它的筆翼去揣摩 同樣這個筆畫先凹過來以後 就開始產生一個弧度 這個弧度記得要凹進去裡面 而且最低最長 然後挑上去 然後這個點跟它也是有點若即若離 若即若離 碰到一點點 然後就飽滿的下來 是 衝這個短橫 又覺得很故意 很薄很斜 然後往上翹 然後下面又來一個很薄很斜 往上翹 就往上 然後這個就伸得很開 然後按下去以後 又馬上縮得很進去 縮得很緊 中間寫得異常緊湊 然後這個皮 又拿一個 比較沒有表情的 然後厚度呢 厚度還沒上面厚 然後這裡來了一個QQ很有彈性的浮耳溝 QQ很有彈性 那你就要表現QQ很有彈性的浮耳溝 好 挑 衝 QQ QQ 下B不離點 從頭到尾一直聽我講這句 沒有這個點哪向柳公拳 有點弧度 這個折得很進來 然後這個再凹得很出去 那Q上面寫得很窄齁 很窄你就給它很窄 不然到時候會是寬闊的 它想表現的並不是上面這個錐啊 所以這樣看來它想表現的是 左邊這個長橫啊 這已經撇得過長了喔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左邊這個長橫 寫得更是長啊 而且後面停住 左邊長右邊短齁 這停住可以停大一點 產生一點骨結 然後Q這裡感覺沒有穿出去 一點點這種 這種有點意思 然後又意思到了 可是又沒有做得很飽滿 它那種韻味很強 一點點 好 急